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集体 也就是我们如何判断我们数字字符 是数字还是大写字母还是小写字母 或者说是其他字符 现在大家还记得阿斯克马表吗 也就是说数字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大写字母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小写字母也在一定范围之内 或者说就是其他的字符 我们在这是不是可以通过EF-ELETS来实现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实战的 我们在这启动VeroStudio2013 现在呢我们在这新建一个项目 我们在这输入判断输入的字符 我们选中空项目单击确定 大家在这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创建成功 我们在这选中原文件 我们选中C++文件 我们在输入run.c 然后接下来我们添加值 首先呢我们在这 英克路的stdio.h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 英克路的stdlib.h 这个呢就是标准的输入和输出 我们在这输入闷函数 那么大家在这想想 我们接收一个字符的输入 可以用到什么函数呢 你们还记不记得get the chart get the chart 大家知道起到什么作用吗 等待你输入一个字符对吧 大家知道它返回这是什么吗 也就是一个字符 我们在这可以恰C 等于get the chart 也就是我们获取一个字符的输入 把它存到C里面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对C做一个判断 判断是大写字母小写字母 还是数字或者说其他字符 我们在这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呢 首先大家在这思考一下 我们如何判断它是数字呢 C是不是要大于等于字符0 然后呢 且C小于等于字符9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判定 它是一个数字呢 所以在这我们可以输入数字 那么我们如何对一个字符 判断它是数字字母 或者我们如何根据一个字母来判断 它是数字还是大写字母还是小写字母呢 我们在这需要用到我们之前学到的语句 什么语句呢 也就是if I love的语句 大家在这来好好观看一下它流程图 也就是满足第一个条件 就执行第一个条件 满足第二个条件 就执行第二个条件 如果条件已经被满足了情况下 它是不是直接跳到后面来执行呢 我们在这单纯的一个if语句够不够 我们在这如何来完成它呢 也就是我们在这需要这样一个I love的语句 我们在后面需要这样一个I love的if语句 我们如何判断它是大写字母呢 C大于等于大写的字符A写什么 写C小于等于字符Z 同时我们要知道在阿斯克码里面 零的阿斯克码值是多少字符零 字符零的阿斯克码是48 那么大写字母A呢 大写字符A也就是65 我们在这就可以输入大写字母 我们再输入printer 然后呢 我们再输入大写字母 然后我们再输入一个分号 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是不是要判断一下 是否小写字母呢 所以我们在这需要输入 I love的语句 C大于等于小写的字符A 然后写什么 C小于等于小写的字符Z 然后我们再输入大括号 大家再要理解一下 小写的字符A 它的阿斯克码值是多少 也就是97 在这我们要知道 阿斯克码是什么呢 也就是一个字符的编号 我们可以用一个编号 来代替一个字符 我们可以用一个编号 来标识一个字符 就像我们可以用身份证号 标识一个人一样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接着输入printer 我们在这可以输入小写字母 然后我们再输入分号 接下来呢 既然我们已经判定 它是数字大写字母小写字母 那么接下来 如果不属于上述的以上三种任何情况是什么呢 也就是其他字符 我们在这可以输入爱乐子其他字符 然后呢 我们再输入分号 在最下方我们用c3泡子暂停一下 大家想想就是我在这能不能用get的钱来暂停呢 c3泡子起到暂停的作用 现在呢 我们先运行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我数字9 大家看到它显示的是不是数字 为什么它在这显示数字呢 因为我数字9的时候 它是把当做一个字符 字符是不是它正好小于等于9 大于等于0呢 这个时候它就是数字 那么它执行完成这一段以后 后面的是不是直接跳到最后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大家要理解这一点 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流程图一样 我们判断符合表达是1 符合条件就是非0对吧 我就执行这个语句 打印出你是数字 在这个时候直接跳到后面来执行 那么如果我们在这输入大写的字符A呢 在这个时候它输出了大写字母 实际上流程也是一样 在这相当于表达是1 不符合条件 不符合条件是不是就等于0呢 我接着在检测表达是2 发现它不等于0 也就是符合条件 这个时候是不是跳到后面在执行 所以在这个时候只输出了大写字母 然后在这接着执行 如果我们输入小写字母呢 它在这就判断是一个小写字母 为什么呢 因为我首先是不是判断 表达是1和表达是2等于0 为什么呢 当它不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时候 是不是就等于0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是不是跳到表达是3 再继续执行 不等于0是不是成立了 成立就执行语句3 然后跳到最后 同样的 我们在这接着再看一下 我们输入一个加号 大家认为加号是什么 就是一个字符 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这儿是不是经过检测 不出于大写字母也不出于小写字母 我循环到最后也就是其他的任何一种条件 就是L字 也就是L字相当于处理以上的例外情况 只要你不是大写字母 不是小写字母不是数字都归大到其他字符 大家发现没有 这就是依附爱乐子的流程 然后呢 我们在这暂停的 有很多同学刚才有一个问题 有疑问 如果我们在输入给了钱 大家认为可以吗 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不可以了 但是为什么 比如说我们数一 我们按下之后 他就马上退出了 没有起到等待作用 大家知道原因何在呢 因为我把回车当做一个字符输入 知道吧 所以在这你需要怎么做呢 你需要两个给了钱 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数字一 可以看到 现在是没有问题 但是呢 如果去到一个给了钱 大家想可以吗 我数字一 大家可以看到 马上退出了 也显出了数字 你们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把回车当做一个 你输入的字符 所以他在这马上退出了 我们再注视一下 该的钱会怎么做呢 该的钱会将回车 当做一个字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们感觉很麻烦的话 你们需要用两个给的钱来等待 大家理解这一点吗 然后完成到这一步以后呢 现在我们在这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if else的流程 也就是我们在这注明一下 当这个C等于加号的时候 这个表达式的值为零还是为非零呢 我们在这要记住 也就是表达式值为非零 就执行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知道 他为加号的时候 他的值是零还是非零 一定是零 知道吧 为什么呢 只有零 这一段是不是才不会被执行 所以我们在这要知道 在这有一个基本的规则 什么规则呢 成立是多少 成立是非零 如果不成立呢 不成立就是零 所以大家在这要理解 if else的条件表达式 然后在这有一个else 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有个else if 大家知道是什么情况吗 也就是处理另外一种情况 当他是大写字母的时候 你该怎么做 然后小写字母也一样 大家知道这里的else 起到什么作用吗 也就是处理不属于上述 任何条件的情况 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用else来表示 大家发现没有 这一点大家理解了吗 我们现在在这儿保存它 接下来呢 围绕它 我们接着做一个练习 什么样练习呢 现在我们把它关闭掉 在这儿呢 来演练一下关于这个if else的语句 然后我们在这儿登录red hat 大家现在在这儿留意到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Linux的桌面 现在我们右键在中端中打开 当时要企业级Linux有没有桌面呢 你们知道是什么情况吗 你们可以把它看作 把上面这个工具材去掉以后 这就是Linux懂吗 然后我们在这儿编辑一段原代码 我们需要用到什么工具呢 我们在mini行下 vi知道吧 我们回车是不是进入这个界面呢 大家在这儿可以看到 冒号q是什么 退出冒号hap呢 也就是查看说明 输入呢 我们可以输入enter 在这儿大家知道 我们要进入插入模式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按下i键 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是不是出现插入 然后我们输入警号 我们在这儿ink录的 stdio.h 然后我们在这儿 接着ink录的stdlib.h 我们在输入interman 然后输入括号大括号 现在在这儿 我们来写一个简单的语句 我们在这儿interlam 然后呢 我们在这儿掉了一个函数 来扫描它的输入 我们掉用scanfer函数 对它初始化 然后在这儿传入lame的地址 然后输入分号 现在呢 我们来对它做一些判断 if那么等于一 我在这儿输入printf 我们在这儿输入 hello read ahead 这个呢 就是lame等于一的情况 然后呢 大家现在发现没有 在linic这样编程 是不是比温度下面要淡腾很多呢 我们要保护这个代码的格式就非常的淡腾 然后大家想 接下来我们要在linic下面查看当前的时间日期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再输入lame等于等于二 然后我们输入括号 然后我们输入大括号 大家想想就是我们通过system我们来执行什么来查看当前的日期 也就是对他 大家要对他起到什么作用吗 查看当前的日期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输入lame等于一份 我们要打开机制本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再输入system 大家知道linic下面的机制本是什么 gad 然后大家接着想想 我们要处理不属于上述以外的任何情况怎么做呢 也就是爱乐子 让我们再输入括号 大括号 我们现在在这儿就插入一段代码 我们再输入system 我们要查看当前的进程 我们怎么做呢 也就是ps 让我们输入分号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我们接下来如何保存它退出这个插入模式呢 按esc就可以退出插入模式大家可以发现这里是不是插入模式呢我们按下esc就可以退出插入模式让输入什么呢冒号达不6然后比如说我们输入 if 爱乐子点C对吧这个时候大家知道他会怎么做吗 我们现在是不是在桌面呢他就会把这个文件保存到桌面让我们回车大家看到他已经写入我们在这儿把它最小化这个我们用gad的打开它这个是我们刚才写的代码呢 然后接下来我们如何退出他呢我们再输入冒号可以用感叹号就直接退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不是退出了他 然后接下来我们输入ls大家留意到我们可以遍逆所有的文件发现一财子点C然后再输入gcc if 爱乐子点C让我们输入干欧让我们输入if 爱乐子点奥特 让我们回车 大家留意到是不是编译成功了这个文件呢 我们在启动它我们在输入if 爱乐子点奥特 大家可以看到他提示我们输入对吧我们输入一他会执行什么呢 可以看到他打印出了瑞德海子儿子也更高级的我们要查看他的原代码怎么做呢就是看他一辅爱乐子点C打发没有在这种数字可以查看他代码 我们刚才数字一是不是打印出了哈勒瑞德海的呢我们在这来尝试输入二和三我们数点斜杠 if 爱乐子点奥特 让我们数二 大发一秒是不是查看的当前的日期还有时间呢让我们接着是不是点斜杠一负爱乐子点奥特 我们数三的是不是启动的g a 迪特 那么大家接着想想 我们在这接着输入 比如说八不在一二三的范围之类 我们是不是可以查看当前系统的进程呢 所以在这大家是不是理解了一负爱的语句是如何应用于瑞德海的连来克斯呢 瑞德海的连来克斯点C在连来克斯下面运行大家理解吗 也就是 也就是 Print of 就是打印哈勒瑞德海的 C3 Data呢 查看日期 C3 那么G A 连来克斯呢 打开机 日本C3 那么PS呢 类似于 windows下面的 Task 例子的 这里的接着 等价于windows的 Nordpad 这里的Data呢 windows下面也有 就是查看日期 Print of 是不是和他一样呢 大家在这是不是对E-File的语句有了一个透彻了解呢